欢迎来到新闻追追追 我们再来举丁上 举事会在这里 我是齐凯 我是安又琪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政治评论员 胡忠信 主持人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 大家好 民进党立委段一康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戴喜钦 大家好 资深政任记者钟年晃 主持人大家好 资深政任记者陈立宏 主持人大家好 好 柯文哲的爸爸跟妈妈 最近就去了两趟国税 你说国税就在查什么 屈凯调查说 你怎么借钱一千万 给柯文哲买房子 那他爸爸就很无奈啊 我只有几房子 怎么会有收集呢 柯子很生气哦 他大妈说什么 国税局这样查 是不是超越了一般人民 可以忍受范围的 要啊 国税局过大的人出来讲 等一下我们把它追一下 另外呢 段立刚现在在现场了 他提供一份名单给特征组 昨天啊 特征组约谈了宣明志了 段立马在脸书又补充 不是只有宣明志而已 还有一些电子役的大佬 他都点名了 等一下我们再问一下 有什么内幕 另外啊 马总统告了周一阔了 你先反应同地来啊 2122就要开庭了 周一阔说 请马总统亲自出庭 好好对职 马总统有可能去吗 来我们请一大半 追踪一下 好今天谈到柯文哲的问题 大家都爱问啊 国税局到底是不是在秋后算账呢 因为柯文哲的父母呢 竟然遭到国税局的查税 我们来看到这张照片 其实呢 就是国税局寄给柯文哲 他爸爸要查税的公文 当中就写到 99年到100年间 提供资金给他的儿子还有媳妇 购买台北市的房地 请提供借款合约 还有另年的收取利息文件 其实呢 他指的就是当初在选前的时候 蔡真元不是指指说 柯文哲跟他爸爸借了1000万吗 他怀疑根本就是柯文哲 他爸爸给了柯文哲1000万 所以是逃漏了赠与税 没想到现在国税局还真的 发出了这个查税的公文 好 而且呢 现在他们要求要借款合约 但是柯文哲他爸爸非常非常的无奈 就说了 真的是借贷关系 而且他说 哪有父母借钱给儿子会写借据的呢 又不是不信任 好 但是说到这件事情 大家一定要回想 之前在选前的时候 也就是2014年的8月份 其实陈沛启在他脸书呢 也有po出这么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的银行存折照片 当中有一条明信 102年的5月转账了13万 当时陈沛启就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呢 跟柯文哲他爸爸借了1000万 每年要给13万的利息 而这就是证据了 好 但是如果说都已经证明是借贷关系 那为什么国税局 你现在还要查税呢 所以柯文哲非常非常火大 他说呢 这已经超越了社会一般人 忍受的范围 甚至要求国税局够大的人出来解释 我再来决定怎么回应 所以你看到现在柯文哲对整件事情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大 不过国税局这边 他有解释说 我一切都是依法行政啊 他怎么说呢 他说这都是选举期间 民众的检举 不过也有人说啊 如果说你真的依法行政的话 那大家应该讲求公平 那为什么连胜文这边 你却没有来查呢 就国税局官员私底下讲啊 即使连胜文被检举了600多件 但是都没有具体的市政 好看到这一定会觉得很疑惑啊 如果说现在开始发文给柯文哲 那就代表柯文哲这边是有具体的市政哦 但是柯文哲这边如果具体的市政 他跟他爸爸的借贷关系 到底要拿出什么事情 什么样的证据呢 才能让国税局觉得说 哎这个案子有必要要查下去呢 好但是现在呢 整件事情好像变成了口水战 为什么 因为蔡振元也跳出来说 哎我没有检举柯文哲哦 但是他直接嗆声啊 就说柯文哲你罐已经够大了 甚至柯文哲他也回他啊 就说活得好就是最好的报复 所以你看到现在好像有个口水战 但是整件事情你回过头来看 现在国税局告诉大家 他们不当政府的打手 但这就奇怪了 那为什么选前选后都让人家觉得说 你好像都是锁定在柯文哲的身上 好我们就来听看相关人士是如何来回应 我民众检举说这个到底有没有涉及正义情势 我们不会说一定要有什么正义契约啦 或者是要有付利息这些的证据来证明 我们是会考量所有的因素 负责的关系还要写那个借条嘛 还要一定要缴多少钱嘛 郭先生拿这张网坊 我就也是心法也是不爽快 为了为了逸宰选机 我才就一直红差呢 我跟你说 如果要缴政府的人多多人都不去查 只能去查阻似 如果这个国税局突然变得这么勤劳 效率这么高 那做一货不是去检举 连赦我们检举一大堆吗 没有听到说国税局有什么动作 我想这样 国家还是要尽量做成一个中立 就是中立行政 那动作不要太奇怪 一看 现在怎么样 选举台北市长选举不是选完啊 现在才打延长赛啊 刚做一货 他那个科文者特别点名了你 他你去检举的没有查 我觉得最好笑的是 国税局他自己承认 连盛文被检举的有600个案子 那一个人被检举600次 那表示这个人是很严重了 对不对 他竟然说是资料不确证 可是他是说谎 因为我记得我去检举他的时候 是检举他海外所得逃漏税 那他海外所得 他在他的申报财产 跟他的这个Evenstar基金里面 他不是也有赚钱的那种 实质上的凭证吗 而且他自己有报 那当时国税局呢 回我一个函 要求我补件 你知道他叫我补什么吗 他说请你把对方的那个账户号码 提供给我 那我是什么 我是侦探社 我是CIA 我还是国安局 我是犯法去把他的个资提供给你吗 那按照国税局的说法 那是不是柯文哲的父亲 他的那个账户就有人提供给你国税局了吗 那不是实质证据吗 对具体证据 所以国税局当时要我提那个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莫名其妙是那个 是故意刁难 那该不该去查那个账户的是你 而且你应该是把这个被解决人的账户给找来 那按照这个柯文哲的父亲那一天的做法 因为那天那个专访 本来是做一个人物专访 做一个过年的特别节目 提到了那一千万 然后我问那个柯妈说 那一千万真的要还你啊 结果柯妈说 当然了 那是我的养老金了 我说真的哦 是真的 他说当然是真的了 我怎么可以不还呢 然后柯报就很委屈说 还没有拿到钱了 就被查税 当时我们以为是开玩笑 那个时候大家在场的人以为开玩笑 后来就问下去才发现 真的吗 哦8号已经去国税局的新竹的那个分局 已经开始去报告一次了 才发现啊 是真的 怎么有这样子的事情啊 那我要请教的国税局 如果连胜文600个人检举 你都找不出一个实质的证据 那表示你这国税局有问题 第二 连胜文啊 他住在他妈的房子里 他妈妈 有没有跟他收这个租金 有没有跟他收这个 其他的相关的费用 如果他没有收租金的话 100平的地保 一个月的这个租金就是30万 等于你一个月赠送给他30万 30万乘上12个月 360万 好像一个人的儿女的这个赠送 可能他还有一个 他已经成年了 搞不好还没有赠送的这个免税额 那你有没有漏税 很简单 请你 国税局 我明天就去给你一个公文 检举这个连胜文 他 他 不管是他妈 不管是他妈 逃漏税 还是连胜文 逃漏税 请你查 对不对 那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蔡振元啊 他影响觉得自己又正又圆 那个非常的光明磊落 那就请蔡振元委员 你啊 今天下班以前就去申报 你送给你那个美丽的 曼庙的助理的那个房子 有没有赠予税 你有没有这个 逃漏税的问题 对不对 他赠送了他的房子啊 他中间那个有一个贷款的部分 他没有收对方啊 记不记得 那也请你去查 请你去报税 因为你不希望叫成菜纸物嘛 那你希望叫菜正元 如果你不叫税 就叫记纸物 连草子头都没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国税局后来 在今天的解释更不可思议 他说啊 他说这种爸爸啊 这个借钱给儿子买房子啊 到底呢 有没有借据啊 然后还说 有没有抵押 私人怎么抵押呀 这越讲越糊 你知道 最后又说 这个利息钱呢 这个有没有逃漏税 那大家都知道 陈佩琪说他 给的利息是一年13万 就是定存的 1.3%的这个利率嘛 那13万 13万有超过 我们的利息的免税的额度27万一年吗 没有啊 对不对 一年的利息免税是27万 除非你说他的父母有其他的钱 那这些其他的钱 平良心点 你要查 你可以先去查蔡 柯文哲的爸爸妈妈 以前的报税资料 你可以不去骚扰这个老先生老太太 先去看他以前的报税资料怎样 而且那你就叫这个老 他就另外就给人家一个东西 然后叫这个老先生哦 这个很坚定耶 因为他们是日据时代长大 而且他们的父亲是有228的阴影在 所以我觉得柯爸爸是有一点啊 这个怪怪的 他说他拿着这个存折去 还要去跟这个国税局的人讲说 到一天我汇了几百万给他 另外哪一天我汇了几百万给他 还要把这个证据弄出来 然后柯爸爸还要去跟国税局说 我以前有借给我学生一百万 然后那个一百万也没有借据 然后那个学生又还我一百万等等 那老先生就搞很多 那结论是什么呢 查税对民主国家来讲 他不只是查你有没有漏税 或者说逃税问题 而是对你的人格质疑 这是我认为柯文哲先生 为什么对这件事情十分愤怒 使得他昨天的情绪受到很大的这个波动 甚至于他的那个社会局长 他的学生都倒霉 被他垫了一下 那他今天还有道歉 如果是我我也会很气 被查税这件事情 我不认为 他本身只是一个钱的数字问题 这是对你人格的最大的质疑 在美国这个国家 一个人如果被查过税 而且查出你有逃漏税 将来你出入境 你到任何国家去办签证 或是你任何的征信 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国税局 你的那个武器 非常非常的强烈 请你不要随便的乱动你那个飞刀 你乱动那个飞刀 对这个国家的民主的一个机制来讲 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俗可忍俗不可忍 台湾很多人都是爸爸妈妈帮小孩 不要说借钱出钱 那如果借了钱 有谁会去写收记呢 你现在要柯爸爸他们把收记拿出来 今天卸主真的站不住脚 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第二是标准的问题 那你要查 国税局查税OK啊 问题是大家问 有多少大财团大企业 那个才大好不好 那一件可能是柯文哲 这个几百件几千件 你到了没有查 你去查这个小的 那真的不用反弹吗 当然我相信大家最在意的是说 到底国税局有没有用一致的标准 来看待各项被检举的这些案件 当然案件去查查与否 也不是以检举的人次数多寡来做决定 检举的人都也许这个人不得人缘 但不代表真的有什么缺失或逃漏税 但是检举的扫路一枪毙命 他真的有逃漏税 当然该查就查 大家比较在意是说 会不会有所谓的选后秋后算账 或是政治继续好像是透过查税 来骚扰他的父母 引起我们科市长这么的不满意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 刚贵贵姐讲说 像连圣文跟他父母过去住在地堡里面 那这是不是有牵涉到逃漏税 坦白讲 这个也违反我们一般人的经验法则 你说今天父母跟子女同住 不管他是否成年与否 是不是有谋生能力 他没有同住地堡是他自己住 因为这样 就是要去追查说 他的父母是不是有涉嫌逃漏税 或是不是有付租金等等的 真的跟我们一般人情事故差距甚远 那我只是觉得 柯文哲现在是台北市市长 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首都市长 他在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 固然可以因为子女 不舍父母因为查税将来被骚扰 而有不平之民 但是以他市长的格局 我就可以再放大一点 他那样的回应说 叫你们国税局够大人来跟我解释 我在看怎么回应 感觉有点像帮派在呛赌 你知道吗 我当然可以理解他对父母的不舍 也觉得说你选后再来搞这一招 我觉得很不以为难 也可以去质疑说 为什么联系文的不查等等 那国税局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他当然有责任跟义务去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那个六百多次的检举我不处理 我的原则是什么 包括刚刚郁寇姐讲的 你们要提供什么账户 那这两个案子 从外在看起来最主要差别在哪边 是柯文哲承认的确有借了一千万 所以他是有个明确具体事实发生 那再加上有人检举 那当然国税局解释 大家能不能接受 这个也可受公平 比如说要 毕寇姐去提供什么账户 我们一般人哪有能力去提供 他们个人账户什么的 就像他讲 我的确不是真一色 我也没有能力 我只是合理的怀疑 觉得可能有什么 那如果国税局认为哪些该查 哪些不该查 你的标准是什么 你的一致性是什么 你并没有因为政治的介入 而牵涉到相关的查与不查的标准 这打个准功 你说的具体证据在哪里 我觉得你 你要公开清楚 我就记得很清楚 十几年前我那时候 我刚结婚没多久 我刚才原来住在我岳父家里面 后来跟我岳父买那个房子 我们对于相关的金流 就要做得非常清清楚楚 因为他很怕你是假买卖 征兽予 逃漏税 所以你的相关的金流 包括你的投机款 你的自备款 以及你后面怎么样的付款程序 钱从哪里来 怎么支付 那个过程金流都要清清楚楚 那我觉得同样的 今天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连胜文也好 任何政治人物 在这个地方有被质疑的地方 作为一个主管机关 不管是在选前在选后 要一致的标准 同时对外公开做的说明 同时我也建议柯文哲 除了我刚刚讲 就这件事情的回应 可以格局视野拉得更高之外 对于现在引发的一些 相关市政议题的部分 我觉得他有时候发言 真的太急太快 很多事情我真的建议他 有机会的话 把事情真相了解得更清楚一点 再去做发言 可能会比较适当一点 比如说今天 在讨论到那个大巨蛋的事情 我觉得今天 远雄的赵成雄也出来讲话 那其实不管是大巨蛋 所谓国际管那个连通道的部分 或者是路边的那个连印达道的部分 其实过去好市府时代 负责这个专案的是张静二副市长 我想总没有人会怀疑 张静二副市长会去土利远雄 或土利财团 故意要把树给移植掉吧 那那33棵树 真的比较大的 大概只有两棵树而已 那经过五年的专案讨论 好几次的会刊 张静二副市长组织下也确认 如果我们因为他内缩之后 要做出这样足够宽的人行道的话 必须要迁移这些树起 而且远雄也做出保证 如果有一棵树 因为这样子有没法存活的话 一棵树赔十棵 那再这样子就要做了一些判断 当然我们互数团体 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但是如果今天柯文哲 原来是说要取消掉 这不移植的方案来做研究 可是今天又改口说 我们又要尊重专业 那专业是尊重交通的专业 公共安全的专业 还是什么样的专业 包括国际管那个连通道 那个是在1997年 我们板南线通车的时候 地下的部分就已经规划好了 那只是说 现在透过大地弹的兴建 把它做成一个 大概可以容纳六七千人的 一个疏通的一个通道 而且这也牵涉到 未来对面光复国家小朋友 他们将来有机会有一些 比如说他们要借用这边 不管是一些相关的设施的部分的话 对小朋友行的安全 也有一些常常帮助 所以我非常乐见柯市长 能够就尊重专业这件事情 做出更好的回应 也建议他对任何事情 要发言要批评 不是不可以 但是先了解深入之后 再来做回应 不过力宏关于查税这件事情 国税局解释说 选前就有人检举 我就是怕你们讲政治迫害 我才选后才来查的 而且你现在再补一张借据 来就好了 是这样子吗 那我们来看看 国税局到底发给 柯文哲的父亲柯成发 他的内容 要柯爸爸提供什么 他说要提供 给付这笔资金的日期 金额 对象 还有原因 要证明是赠与 或者是借贷 而且如果是借贷的话 那就请一并要提供 这个借据的合约 还有历年收取到的利息 还有其后有没有返还资金 这些证明的这个文件 而且还提到了 这个税均基增法 说税均基增机关 或者是财政部付税署 指定的这个调查人员 为了调查这个课税的资料 得向有关机关团体 或者是个人进行调查 要求提示有关的文件 或者是通知纳税义务人 必须到达这个办公处所 来备寻 而且被调查的人 是不可以拒绝的 所以从法条上来看 其实算是合法 可是老百姓不高兴 在什么地方 像我们做小老百姓 一毛钱的税都逃不掉 像柯P现在看起来 应该也是 可是我们就看到 一大堆真正 讨论税很严重的人 你怎么不积极去查呢 而且柯P之前 你看又被查MG149 连他演讲稿费 全部都要查 所以难怪柯P心里 都会觉得不满 谁叫他是柯文哲 他不是连胜文嘛 对不对 如果是连胜文 柯柯姐已经检举过那么多次了 对不对 到现在到底 我们的这个税金计政处 对于连胜文的事情 有没有好好去查一下 有没有这么积极如意令 还用快递 我第一次听到说 就公文书现在是用快递了 以前这个你看 要放个陈水扁 对啊 要放个陈水扁 要放个陈水扁 竟然还 公文还会塞车呢 就现在要跟柯P追税 就竟然是可以用快递 这我们中华民国 这是有进步了 但是不要让人家觉得 你的进步是 指标不一啊 真的是有逃漏税的事实 我们都支持 税金计政处该查就查 对 但是为什么 这个查个逃漏税 或是查个柯P的父母亲 到底有没有写戒据啊 你知道税金计政处 被骂了三天呢 何苦来摘啊 我觉得对 我真的是对连胜文 更加觉得 真是无妄之灾啊 这个人落选了 对 心情听说 落选之后 心情很不好 那这几天 这一阵子也都 基本上都 都没有公开行程了嘛 没事还 因为 这个税金计政处去 发了这个函 连胜文被拿出来 又又又讲说 你为什么不办连胜文 为什么不查一查连胜文 连胜文真是倒霉啊 污漏偏逢连夜雨啊 所以我今天 我就是要替连胜文说两句话 我们说穿了啦 因为我读政治的 我们跑政治新闻 我一向是用政治实力来看 虽然一切 终究还是要回归 法律跟制度 但是啊 你看 在中华民国这个体制 在台湾这个体制啊 有时候 政治实力跟政治行情 是会 是会 是会因人而异 这个遇到的案子 也会 结果不同 各位你想想看 现在柯P 现在是最旺的时候 你现在啊 我想 你就问习青 国民党的市议员 敢骂柯P吗 你骂了柯P 我告诉你 那真的是 这个后面的反压 非常的大 所以你很难看到说 国民党的市议员 这现在不太骂柯P的 因为柯P现在正旺 那在旺的时候 你要去对柯P 做动手动脚 这个会反伤自己 我就说 这税政基督处 也许 这些激增员 这些 这些查税员 是受人之托 受人之事 或者是说 有人检举嘛 那这个检举的咖 到底是谁 我们不晓得 也许是政治人物 但是不管怎么样 总是有人检举 他就必须要做出动作 但反而 就因为柯P现在气势正旺 这火是烧往连胜文嘛 这害连胜文 人家人在家中做货 从天上来 对 而且我各位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柯P落衰 如果今天柯P 整个社会声望 这些都都已经是 像马一九这样九趴 我告诉你 那柯文哲就有事了 所以我先提醒一下柯P 所以应该先停一下 等他没掉掉下去才能查 现在不能乱找 我要提醒柯P 你最好就是能够 让你的支持度都维持高档 让选民对你的 这个支持的力量 力道 可以强到 其他那些妖魔鬼怪 对你莫可奈何 是不是 因为你看蔡正元 现在讲说 其实我们都在看 看蔡正元还能够 表白多久 因为他是中华民国 第一个通过 要被罢免的人 2月14号 是啊 不可以宣传 不能宣传 我们都知道2月14号 但这边要投票 但因为不能宣传 庭人分手日 所以你看 就是说连蔡正元这时候 去躺这个浑水 我看对他也未必有利 那所以我必须让你所做的 今天水灯清真处 你要你就做个公平 对 一体适用 对 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 你有针对性 你有政治操作在里头 伤了谁 伤了你财政部嘛 伤了你这些国税署 这些人嘛 是不是 我觉得何必如此 坦白讲 国税局 这个新竹分局去追 或者去了解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涉及正义 如果他单纯来看的话 坦白讲没有什么不对 但是问题就出在于 你的标准到底怎么抓 对 你为什么单单让人家感觉到 你对柯文哲特别照顾 你为什么是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这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 国税局这个动作 充分曝露说 国税局自己的无能 因为坦白讲 你今天这个人多了一千万 可以去缴贷款 照道理说 你应该自己会 可以勾击的出来 你还要等待人家来检举 那我们的国税局 在做什么呢 我们国税局都坐在那边 等人家检举嘛 如果人家不来检举呢 你这些案子通通出不来啊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国税局的问题 出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他不光是柯文哲这个案子 也不光是连胜文的案子 其实有很多案子 我们发现 国税局有时候 对这个案子特别紧 对那个案子又特别松 有的时候 眼睛只看到这边 看不到另外那边 我们国税局不是全面的 他是 或者是兴之所致的 或者是有特别的 不晓得为什么 会特别去关照这一块 那人民没有办法相信 税 税制啊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税 给人家不能感觉到公平 这个不光是税制 而是税的制度之外 他还有他的人 跟他的执行 如果不能让人感觉到公平 除了柯文哲这个案子之外 这国家的信任度 就被打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也来回应一下 刚才立鸿讲的 其实我们在太多 最近看到柯文哲不断的生气 这的确真的是不好 我们会感受到 他想要赶快上井发条的 这个急迫感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 对市民来讲 或者对他的团队来说 他们也需要一些体量跟包容 也就是说 人不是机器 你也很难去要求 每一个公园都跟我一样 可以不用 有家庭生活 可以不用睡觉 恐怕很困难 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有些话 他的确是不用讲得那么快 比如说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代言讲到这个户数 因为这是他的选区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大巨蛋 这个我们讲那个 连通道的这个图 那这边其实 大巨蛋那个 主要那个棒球场 那个场地 它是在路面以下的 他的人如果要疏散 很难等到他爬到路面上来 从路面上疏散 那个时间花了很久 所以为什么需要一个 连通道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他必须要从地下疏散 他地下疏散到 国家管的地下停车场来 但是他这个问题是出来说 这个户数团体是质疑说 你为什么需要 保持五米的高度 那你保持五米的高度 你那个高度上面 那个土壤的那个层就薄了 所以那个树可能就必须要移走 这是一部分要移树的原因 那为什么要保持那么高呢 其实应该是不需要 因为这个国家管 这个地下停车场 他就三米的高度 你为什么不能保持三米就好呢 所以有人就质疑说 你这个五米的高度 是因为你要弄商场 你要挑高 所以就被后来你变更 就被人家质疑了 所以户数团体是希望 你回到原来 市政府回到原来设计就好了 你把那些商场都拿掉 你就保持一个单纯的 一个连通道 一个避难跟逃生的功能 其实他们不会有太大的意见 他们不会要求说 你把这个连通道拿掉 就不要逃生了 那你不要逃生的功能 万一以后发生问题 谁能够负责呢 他们只是质疑说 你后来 这个好龙宾的台北市政府 去变更了这个设计之后 让他多了商场 之后他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那个树就必须要移走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问题找出来 你不要一下子把它推到极致说 那我们就不要连通道就好了 那我们就大家从路面上去疏散 这个其实讲得太快 所以我们在这边 其实是善意的提醒 他这样的一个高人气 要好好的珍惜 这个讲话其实要稍微 要去思考说 那是不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方案 除了这个之外 我也建议能够把这个柯文哲这个案例 作为国税局去处理税的一个教材 就是你怎么样 这个SOP要怎么样去建立 我觉得国税局要去检讨 不要只跟人家讲说 我这个就是 我这个是依法办事 他来检举我不能不查 那我们大家都去检举看看 看到会不会都是 很多人一定是父母都拿钱借给小孩 对啊 是啊 在这种状态下 他的这个做法已经都 这个有汇款的这个存折都拿出来了 每一年都会是定存的13万 给他的爸爸 我想很多小孩子也做不到这一点 那以后我跟我儿子讲说 我现在借你钱 我儿子跟我借 借1000块出去要买点数 游戏点数 我说那你要写个借记给我 你要写借记给我 爸我以为我怎么证明 1000块要借记 不过大家都觉得 柯P最近好像真的很爱生气 可是有一些事情 是不是柯P生气 气的真的有道理 到底是柯P太太生气了呢 还是实在是马英九好龙兵 这16年来 留给他一本乱照 然后他到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所以急了 我们来看看 光是这个世大运的这个选手村 12天要砸26亿 柯P就很生气的说 选手村餐厅 用12天就把它拆掉了 一听到我就火大了 哪有这种设计 别的国家浪费 我们要跟着浪费吗 世大运新建的战略 实在太奇怪了 台北市新建之后 交给新北市去盖社会住宅 但是交接的程序 到现在都没谈 他说如果只为了世大运选手 要进退场疏散人潮的话 那我宁可封路 一上午来取代 能不签数就不签数 来减少争执 至于之前被拆掉的 中校西路的公车专用道 他说这是幽灵工程 没有纳入这个财产清测 他也觉得太荒谬 他说路面财产呢 还没有登陆的方法 各局处也没有列 财产清测移交给我们 这证明以前都是马马虎虎 这一些呢 都要慢慢的来清查 所以对于这16年的 这一笔糊涂账呢 我们先带您来听听柯P最新回应 不只清测 后来发现局促 也没有很 也没有直接很列账 列清测这样 我想很多这种东西 就是以前都是 妈妈虎虎 所以所有这些都慢慢在清查 年华 光是这个公车专用道 现在还知道 他居然是这个幽灵工程 没有列入这个财产的清测当中 可是他每一年都有编预算 什么要做路灯 要维修这些 那幽灵工程 怎么去申请这些钱呢 所以当中到底出现 这个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看出这16年来 到底留下什么东西 这个我就不懂了 一个没有列财产清测的东西 预算怎么会过 这个我还真不懂 对 是蛮久编的 是因为他没有验收 所以没有列入财产清测 因为我们知道市府的财产 常常是要经过验收之后 表示说已经没有问题了 我已经点收了 那我才会有列入财产清测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也许可以深入再去查一下 这条公车专用道 会不会盖好八年之后 完全没有验收 所以可能有可能 没有列入财产清测 所以他所有的预算 都是编在这个预算 这个公车专用道 新建的预算里面 不过我倒是真的建议柯P 不要太常生气 因为你每天生气 到后来你生气 就没人理你了 因为市府员工会习以为常 反正你每天也在生气 你生气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过说回这个查税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柯P 你换个角度看 你就不会生气了 其实我倒是建议柯P 送一块匾额 叫惠我良多 送到国民党首长党部 因为如果不是国民党 这样对他 柯P今天不会有今天 如果不是艾滋器官移植 跟这个所谓国科会研究费 国民党对他铺天盖地的追杀 他会选市长吗 不会 如果没有穷追猛打MG149 什么器官活体移植 你觉得柯P会当选 会拿85万票吗 搞不好也不会 所以我觉得柯P 你换个角度想 因为这个事情 既然已经发生了 那我也知道 你一定很生气 因为看到自己的父母亲 被一个国家公权力 这样对待 一定会很生气 我觉得这很正常 但是有时候换个角度想 也许你就不用太生气 我今天关切的这件事情 倒不是说 国税局去查税这么简单 我看到的是 台湾在21世纪 已经所谓进入民主化 已经超过30年的时间 我们的国家公权力 还在干这种事 你国税局 你不要跟我讲 你依法办事 因为我过去曾经 连续三年被国税局追过税 我也找过国税局 他跟你讲说 我们依法办事 那我就问他一句话 那为什么是 同一个节目 所有的来宾都被查税 其他节目来宾都不会被查税 请你告诉我为什么 他就是回答不出来 所以国税局你就是当工具 我不客气地讲你就是工具 问题是已经选完了 我不会去怪那个基层的 那个承办员 我觉得那个基层的承办员 他不会那么无聊 一定是上面的长官 有人想拍马屁 所以故意去把这个事情 去做这个事情 你一个国家的公权力 如果去干这种事情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比查任何一个人的税 是更严重的事情 去年亲民党立委 陈一杰 曾经跟北中南东市区的国税局 调过资料 台湾的个人欠税 超过两千万的有四个人 其中北区国税局 就是这次查科幣的 欠税第一名 大家知道他是谁吗 名字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职业叫做乡民代表 国税局你为什么不去查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不去查 那我再讲一件事 国内某一家食品大厂 排名前五名的 他去年没有缴盈利事业所得税 大家都知道这家公司 去年获利几百亿 可是他可以不用缴盈利事业所得税 因为他有很棒 很优秀的会计师 帮他把账做到盈亏 打拼 国税局你要不要去查 很有钱 买了很多东西 那为什么他可以不用缴盈利事业所得税 老百姓就气这一点 对我昨天听到的时候 我还吓一跳 因为这是有一个立委跟我讲 因为他打算四五月份 要准备要出手 要打这个案子 我吓一跳 我说奇怪 食品业又不是畜产条例 也不是奖餐条例 为什么可以有租税优惠 原来是有很优秀的会计师 把这个账做得很漂亮 然后呢 你就不用缴税 那你去追科文哲 那我再讲一个事情 美国在2013年的时候 他们的国税局去查了 共和党里面的查党的政治现金的税 在辛辛纳提州开始查的 结果引起全国的关注 逼到最后司法部立案调查 美国总统欧巴马出来道歉 欧巴马讲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不容许我们国家公务员 做这样的事情 还把国税局长给换掉 那你觉得这种事情 我们可以容许他在台湾发生吗 我也想问问 北区国税局这些官员 你们的小孩如果有一天 要买房子 他手上的自备款不够的时候 而你手上又刚好有钱的时候 你会不会借给他 要不要写收据 对 还是你借给他的钱 就跟你对科匹的爸爸要求一样 要写收据 还要算利息 利息可能要报税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请问以后大家养小孩子 每个月给小孩几千块零用钱 要不要写收据 要不要写借据 你跟我借的吗 那买奶粉钱 给他的午餐钱 要不要写借据 我相信全台湾绝大多数的父母 只要你有能力 当你的小孩想要买房子 或者是创业 他需要钱的时候 你一定会借给他 不要说借给他都无所谓 怎么会有这么不近人情 到这种地步的政府官员 这个就是我觉得台湾人民 很没有办法忍受的 都已经到这个节骨眼了 这个时候的 国民党去年九回忆已经惨败了 还在干这种事情 那你觉得这个政党 这样执政下去还有救吗 所以我真的呼吁国税局 去查该查的税 我不反对国税局查税 因为我觉得纳税本来就是 有赚钱就得缴税 对 可是你查税 你有没有很公平的去查 你有没有只敢拍仓银 不敢去打老虎 这些欠税大户 难道他们的会计师都这么厉害 做到毫无破绽 可以让你完全都查不到破绽 这些不用缴税的企业 难道他们都这么厉害 都毫无破绽吗 我才不相信 只要你用查柯文哲 父亲的那种方法 我相信一定可以查出破绽 武大哥 这个案子老实在影响是很大的 如果连亲民党立法官陈一杰 他都已经统计出来说 很多人一欠税 不是一千万拿去买房 欠几亿或者是几千万的 你都没有去追了 你现在追这个案子 人们会结束什么 你国税局到底要干嘛 这一次的选择性的一个判案 必须引起很大回忆 在马戏团 有个大律师 当中把一个柠檬挤得干干的 他说我挑战大家 要挑战 有一个老头子瘦小 一上来把那个柠檬挤 更多的这个果汁出来 大律师说你干什么 他说在下是国税局工作的 想把柯文哲挤上 就这么一回事了 国税局查税天经地义 如果有人检举的话 我自己也多次接获 国税局的补税函 但是我会想查 绝大多数是登录资料有误 比如说这个企业节 不一定具体力争 国税局都收回层面 也就是如果你有具体证据的话 一定会打赢官司的 我是平常心看这个事 坦白讲 这是不是背后有动机呢 就像我收到博税涵 我哪里马上置评 我也不想马上置评 但是如果说这国税局动作 是国民党来施压 我是相当怀疑的 这是什么时代 但是如果他是官僚作风 或习气 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也是应该是财政部 你要企业再造一个重点之所在 柯文哲的现象 我这样说 我不重视柯文哲这个人 而是背后的现象 那个名义 我已经用海啸 龙卷风 跟风狗浪来形成 任何人都一样 比如说拆除 中校西路这个公车专用道 展现破例 竖起大拇指 包括四大印 餐厅用完集拆 他表示生气 我认为非常好 但是如果当着电视机当众 对自己的部署 学生 社会局长 如此的 我觉得不妥 千万不要让部署难堪 我经常引用 承受形容刘备 说他是三国第一英雄 三个人格特质 都很难做到 都要学 喜怒不行一射 扫援以 谦虚待人 以此互相勉励 我期待这一百天很重要 前三个月 百日新政 就做创造性的破坏 我接触台北市市务员工 大家都批得很这样 那是好现象 揣一袋 但是你不要皮了就松散了 你要利用现在市务员工 这种很积极的 知道你怎么要求 我怎么做事 这是好的现象 你要善用这个力量 你的市政愿景是什么 你怎么要愿景跟员工 跟所有市民沟通 跟问题沟通 你会承担责任 你会让人家信赖 有没有定位不断学习 这五个面向 希望你赶快做 负面啊 九把刀 巴基斯 陈维庭啊 说夸就夸 我是说 柯医师已经不止他的市政 他背后承担是个 柯文哲现象的名义 我希望你这是 事不可不鸿意 任重道远 你已经不是市长而已啊 就是 对第三组人马 那种无党人士 党外人士那种想法 是浮现出的 还有这个意象 我不但让我想起 我小学时代 那市长高预数啊 我后来读他回忆录 我觉得还是宿母子啊 我很佩服他 我很怀念他 你看啊 各位如果注意的话 第三组人马的立委 跟总统候选人 我所知道啊 都蠢蠢欲动啊 真的是有这个 真的是有这个动向啊 在台面下 都会依你柯文哲的表现 来断定自己的未来啊 所以柯医师 柯市长 我希望在市长位置上 一定要谨言盛行 临声礼拨章 一个故事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 毛泽东也是邀请他的 美国那个记者朋友 Snow 在天安门 对红卫兵 阅兵啊 阅兵到一半 百万红卫兵啊 那毛泽东问Snow说 你知道下面有几种人吗 Snow说几种人 他说三种人 三分之一是挺毛泽东的 三分之一是反毛泽东的 还有三分之一是观望 几乡派 看哪一边墙就靠过去 柯市长 你也一样啊 三分之一叫好 三分之一希望你出事 三分之一在看啊 我只能这样讲 你要知道你的市长 跟背后的民意的压力包袱之大 千万不要让人家失望 我是这样讲 只要建你的责任去做 好好学习 还没有摆天 我希望祝福你 好好去做 千万不要让选民 不是讲我的故事吗 如果赵子龙知道阿斗最后去投那个朝位的话 赵子龙会救阿斗吗 你背后多大的赵子龙啊 你不是85万票是不是 有85万的赵子龙救过你啊 期待你啊 千万不要让这85万的赵子龙失望 这是我对柯伯市长的期待 柯文哲跟国赛子龙这件事情 我们只要求一个标准是一致的 要啊 我们的孩子要来救钱 我们去赵子龙 孩子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收据 会不会被查 这个清楚 标准类似法吧 我们这131要去追 可是另外一方面 柯文哲现在在查 马英九跟郝荣斌 当市长之后 包括什么 美和市双子兴 马总统进了去考验吗 包括 法院22号 已经来了对不对 是要传周一扩 所以说什么 叫马总统来现场 跟我对此 有可能吗 我们现在帮我们追一下 来 好我们刚刚看到呢 其实已经讨论到了 也就是呢 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一上任之后呢 好像要来查的是这马市长 跟郝市长的一笔烂账 尤其当当觉得这公车道最夸张了 因为来看看这当时 马市长盖了没有用 结果郝龙斌呢 这没用了也不拆 结果摆在那边8年之后 才发现啊 根本就没有登陆 在这台北市政府的财产清测当中了 但现在一查呢 发现更夸张的是啊 其实过去呢 马归好随呢 长达16年啊 财产清测是一团乱 所以现在柯市长告诉大家了 在1月底之前呢 希望能够完成清查 而且呢 他还准备啊 要组一个财产管理委员会 就是要一切慢慢查 但是也不要忘记咯 其实柯文哲还要组一个连政会啊 要查的是台北市的弊案 而当中包括了像复方案啦 美和事案 通通都要来查一查 但不觉得这当中 看起来好像都有马市长的影子呢 而现在的马市长要被查了 不过呢 马总统好像也要准备上法院 来看看我们的来宾 可可姐在今天 给我们看到这张传票啊 原来就是马总统呢 告着可可姐行事的部分 在2月2号就要来开准备庭了 而且可可姐呢 已经下站铁了 她告诉大家 会准时出庭 不请律师 自写诉状 而且呼吁马总统 应该要亲自来应战嘛 而且再次强调啦 他有来自不同消息的来源 那么确信马总统是知情的 那么由这亲信账房呢 透过胡定吴 收取了鼎心集团的 两亿元政治献金 而且可可姐也强调了 这是一场言论自由的盛战啊 所以跟马总统约好 2月2号法庭见 有没有发现呢 就过去的马市长 到现在的马总统呢 很多案件呢 一件一件都被挖出来了 而大家更好奇的是 那么如果马总统 卸任之后 他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呢 而且这些案子 就是最后了吗 还是有更多 不为人知的内幕在当中 好来 新闻预控 接到船票了 什么2月2号 你自己去 你是喊话什么 要马总统来跟你对职 这个是 这就是胡忠信 跟江春南说的那个勋章 第一枚勋章 这好像是很少国家里面 总统真的是用一个 刑事自诉案 而且是马英九总统 他所提出来的 那刑事的这个自诉案 他必须有个自诉代理人 可是我呼吁马英九总统 就算是你必须有个 你的委任律师 做你的自诉代理人 也请你亲自应战 因为在收到这个 船票跟他的诉状 然后看完之后 里面还有新闻追追追的节目 有三次在里面 这也是我犯罪的证据之一 今天在讲究 第四次犯罪现场 犯罪现场 所以你们都是犯罪的共谋者 我们是救人 之后呢 我仔细看完之后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一次诉讼 这个诉讼 它不只是一次胜诉 或失败诉 它真的就是一个价值 马英九总统常常说 清廉是他的生命 可是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跟评论自由 这是一个国家的血脉 特别是一个民主国家 如果媒体在美国的 宪法第一条的言论自由 这样的一个 基本的神圣的一个 第四权的原地 在马英九总统 他莫名其妙的经不起检验 在合理怀疑之下 如果他要提告 他如果可以亲记过关的话 那这个国家的血脉 都必须终止了 所以这是一场 言论自由的胜战 这不是我个人的一个诉讼 所以我决定自己去应战 我不请律师 而且呢 那个律师的费用也太高了 我也请不起马英九总统 好 这个是传票 下个月的2月2号早上 准备停 那时候特征组 你都查的东西都还没出来 那无所谓 因为我已经研究过了 我有合理的怀疑 我有大法官会议 509号的这个解释 而且我为什么合理的怀疑他 随便一找就有 光这一件事情 马英九总统 你的前任的副秘书长 公然在电视节目里面说 我招摇撞骗 我说谎 我讲客套话 我去送红包 我去送你的鼻桶 都不是真的 然后你还说 对对对 那是客套话 那个是我事前没有指示 事后也没有这个报告 没关系 下台还给他一个 二等警星勋章 这个政府是清廉的政府吗 马英九总统 光凭这一张照片 你恐怕到法院 都要说清楚 讲明白哦 这不能让人家有 我只是提供一个而已啊 就是说你这个政府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 基本上的 让人不能够合理怀疑的一个前提呢 更别讲说 罗志强就是2013年 那一天在总统府里面 陪你跟他 魏英行一起见面的那个人 我只能说 马英九总统 请你放弃 你的自诉代理人 然后你自己亲自应战 你是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 你当过法务部部长 你曾经是政大法律所 法律系的教授 我是哈佛多大学的小硕士 但是也叫哈佛女人 所以我们哈佛男人 哈佛女人 一起法院见 这不是两个人的一个司法诉讼 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胜战 但是非常谢谢马英九总统 因为我今天已经决定 将来我死了之后 我的木志明要写这一段话 非常谢谢马总统 我的木志明 其实就是小墓碑 我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人 这个媒体人被民调酒派 名叫马英九的总统告过 所以马总统言论自由万岁 马总统那个时候 做哈佛在台湾的同学会的会长的时候 我是他的干事 我跟马英九总统 在我的新闻专业工作当中 有非常多次的教授 马总统 你是资深的政治人物 我是资深的媒体人 从我22岁大学毕业 在中广公司上班 一直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停息过媒体工作 我访问过非常多的政要 我对李光耀 邓小平等人印象深刻 跟你第一次见面 我也印象深刻 马总统 你不要告诉我 青莲是你的生命 我告诉你 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媒体自由 是普世价值 因为我今天还是要追问你一下 你22岁就带着这个照片去 我一直在追问你说 你有没有影音的这个党 或者是其他政策 那个跟这个案子没关系 我当然不可能只带一张照片去了 而且我这个对于准备庭嘛 这个法 这个刑事自诉案件 它有准备庭 开庭 应该是 因为我现在上法院多了 对不起 我的律师 我不是不让你赚这个钱 是因为我认为这件事情 由我自己来说明 是比较清楚的 那这个准备庭 它有诉状 它有个很长的过程 我为什么希望马英九总统 自己来的缘故 也是因为 只有马英九总统 自己亲自的应战 你作为证人也好 作为你的原告也好 你的所有的发言 才能够得到各界的检验 而且他也曾经宣称 他不排除自己出庭 那我也呼吁 马英九总统的发言人 不管是国民党里的 那个很喜欢骂人的诚意性 或是总统府的发言人 马伟国 请转告马英九总统 2月2号法庭见 至于这个罗志强 他的这个这件事情 招摇撞骗 说谎 到现在为止 总统不敢处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那一天的录音公布之后 其实有很多人在说 当时有录影带 当时确实有录影带 我昨天也说了 搞不好 习近平先生也看过 那个录影带 但是那个录影带 为什么不能公布的缘故 是因为现场有 非常多的其他人士 而且在场拍到的 很多是无辜的第三者 更严重的是 在场拍摄到的 很多是未成年的儿童 所以相关的人士认为 不宜公布 这是处于一个 保护这些无辜人士的 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是录音党就可以了 因为罗志强先生 并没有否认 那个录音是他的说法 其实我们曾经 准备过一个备案 这个备案是 当场播录音带给他 听的时候 他会说这是变造的 但是他在 情急的情况之下 在衣食无法回应的 他承认了那是他的发言 所以他没有说那是变因的 所以我们的备案二 就没有出现 本来有一个备案 是他如果觉得 他是变因的话 那就要提供出来 不过我还要趁今天 这个机会 来告诉领兴的 卫英州先生 卫英娇先生 卫英秦先生 跟卫英冲 卫英冲是老三 卫英冲现在在 这个在压当中 另外三位 卫家的董事长 你们在主厨拜年那一天 你们四位董事长 三位董事长夫人 在台上 用静静神圣的心情 欢迎的副总统 副秘书长 总统府来自 这位神圣的御史 罗志强 现在告诉你 那一天是客道化 大家的欢迎 是骗局一场 招摇撞骗 他什么都不是 他代表的 不过就是一个 带着七小去游玩的 一个总统府的 高层官员 情何以堪 卫英州先生 卫英行先生 卫英娇先生 现在是你们 站出来的时候 特征组已经约谈了 非常多的企业家 这些企业家 在报纸上 由宣明志 有其他几位 段以康先生 熟识的 据我知道 还有很多位 不是大家熟识的 没有出现在 报纸上的 换句话讲 正义的声音 正义的行列 都已经慢慢出笼 每一个人 都会像 宣明志先生一样 诚实一对 所以 我诚恳的 恳请 魏家 你们出来 把事实 和盘拖出 或许 你们可以做 污点证人 也或许从此 台湾社会 可以原谅你们 因为 一个腐败的政权 对中华民国的伤害 绝对不亚于 黑心油商 黑心油商 可以重新的 改换你的工厂 可以推出 改变过的 健康的食品 但是一个腐败的政权 一个虚假的政权 一个靠伪装的面貌 对台湾的政府 对台湾的权力的行使 造成伤害的 这个 马金团队 如果他们不接受制裁 对于中华民国的 白年基业的伤害 绝对大于黑心油 魏家的 三位董事长 请你们 摸着良心 在魏家的 陈美堂的 组组前 向你的祖先发誓 你要把事实 交代清楚 我们台湾社会 愿意接受 诚恳的企业家 对台湾社会的回馈 跟台湾社会的耕耘 不过段伟员 魏家还有没有良心 我不知道啦 但是你怎么看呢 这个马总统 有可能到法庭上 跟预扣当面来对决吗 那就算你现在不对决 你现任总统之后 你总要去面对吧 那段伟员在我们节目里头 也曾经爆料 说有企业家 当时呢 曾经集资了两亿 给马总统当政治献金 那现在约谈 就是宣明志 听说已经约谈四个人 那预扣还爆料说 还有更多的这个企业家 其实都被约谈 只是我们不知道名单而已 所以你怎么看 宣明志说 人应该要说实话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骨牌效应 要开始显现了 当然人要讲实话 所以我也希望 这几位企业家 到了特征组之后 应该要实话实说 那坦白讲 包括刚才 这个大家讲的 宣明志 丘罗火 或者江长安 他们都是 有头有脸的 电子业大亨 这里面没有一个 是我的朋友 那么 当然 他们都参加了 那个聚会 我在上一个礼拜 的节目里面讲过 一家公司 一所学校 这所学校就是交大 他们共同的背景 就是交大的校友 丘罗火跟宣明志 都当过交大的 校友会的总会长 他们在学校都有 非常大的影响力 在很有社会地位 那宣明志 大家都最最熟 那宣明志 他为什么 要去支持马英九呢 这里面有一个背景 就是2005年发生的 核建案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核建案 因为那时候 民党政府 这个联电 包括曹新城 宣明志 他违反了 那时候政府的政策 就偷跑去 去投资了核建 那个官司 那个包括 导致 宣明志 的家都被搜索 连电 台北 新竹 公司都被搜索 然后被起诉 那个案子 一直打到最高法院 又被发回更审 从2005年 一直打到 2010年的10月 那当然 他们最后 都是无罪定验 可是这个案子 对他们来讲 对于 包括宣明志 在内的这个 连电的 当初的这个团队来说 恨之入骨 恨阿兵政府 对民进党 恨之入骨 那么这个是不是 因为他们 包括那个时候 2008年跟2012年 都登了广告 去支持马英九 政治现金 那是另外一回事 都具名登了广告 当初这个广告 至少2008年 是本来打算 要用交大校友会的名义 去登的 但是因为校友会反对 所以就用个人的名义 去登了这个 支持马英九的广告 我要讲的 这个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一再强调 这里面不一定有涉及 对价跟贪污 但实际上 马总统去收了 法律不允许他收了钱 但是这个钱的数额 非常之大 好 顶薪的两亿 我们不知道有没有 宣明志的两亿 至少现在特征组 也还在查 在这里一个两亿 那里一个两亿 到底有多少两亿 马总统要不要出来 讲清楚啊 我坦白说 我一再说 当人在倒霉的时候 各种 你想不到的 你以为已经盖住的话 都会出来 对 人家讲说 他哪有多清廉 我跟你讲 我这现场 当也就看 我当场就看到什么 人家就出来讲了 那你这个时候 你要到处去压 你压不住的 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 坦白讲 也没有一个人 有办法去证明 马总统收这些钱 到底有没有涉及贪污 虽然违反了 政治现金法 我觉得他就出来 好好的讲 就跟大家讲说 我选举钱不够嘛 因为我们花了好多钱啊 这国分长花一场 打一场总统选举 要上百亿啊 我钱不够啊 大家捐的钱 我就收了嘛 但是这里面 不涉及这个对价关系 请大家原谅我 反正我犯的错已经够多 也不差这一点 周玉寇小姐 以后我们就不要 在法庭上见 我跟你三鞠躬 跟你道歉 我赶快恢复你的党籍 这不是笑话吗 国民党 开除周玉寇的理由 是说周玉寇在媒体上面 一再攻击国民党 但国民党是不能批评的嘛 很久是不能被批评的 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包括周玉寇 包括施明德 出来讲顶心案的时候 包括国民党 包括总统府用的字眼 多强强烈吗 他们说凭空捏造 他们说以而传而 他们说抹黑造谣 这通通都是正式的发言 好 等到这个录音曝光之后 总统府 开始就没有这些形容词了呀 总统府的发言人 跟这个新闻稿出来 就只讲说 没这回事 说罗志强去事先 他不是总统收益的 总统也不知道 就这样就没了 为什么不敢再骂人了 因为发现不是 不是凭空捏造啊 因为发现不是以而传而啊 因为发现不是抹黑造谣啊 因为发现慢慢就有些证据跑出来了 会有录音带 会有录音带 会有证人 你就没办法再这样骂人了 好 这只是一个政权 跟一个国家元首崩坏的开始 你还有多少力气能够去应付这些事情 干脆就摊在阳光之下 干脆就出来承认说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你不是出来开个记者会 跟大家好好地说明吗 不要记者在那边问 你充耳不闻 跟人家装着聊天 这样一路这样走过去 马上以后出现 马上以后出现 马上以后都要这样子吗 你要这个是装个耳塞 然后在记者面 你讲什么对不起啊 我听不到了 我们总统变成一个大笑话了 我都不讲他以后 现任之后要面对的司法 我们还要忍受这样的一个 已经失格的总统 还要忍受一年多 小伴我先追问一下 昨天传的这个宣明志媒体 媒体开始报道之后 你说什么 还有其他人 为什么要这样补充 还有其他人 因为媒体没有去注意到 因为当天下午去传的 至少我所知道的 说宣明志之后 还有江长安 因为现场有人会看到 对不对 但是可能他们知名度 没有那么高 大家的重点放在 宣明志上面 我只是要证明一点 就是我讲的一个学校 一家公司 不是无地方 它其实是有共通性 他们本来就是好朋友 宣明志跟江长安 在交大时期 就组了一个疯狗合唱团 他们是合唱团的好朋友 他们从年轻时候 就玩在一起 到现在都还是玩伴 玩哪些东西 我都不要讲 但是他就是个玩伴 他们是好朋友 没有他们共同去捐的这笔钱 这对他们来 大老板来说 我一人出个几千万人 什么 出个两亿给总统 我都当做零用钱 对不对 所以我坦白说 这个钱 对法律上来讲 它就是违法 这一群人 共同跟总统 做了违法的事情 就请特征组 把它查清楚 杨老师 小段讲这东西 非常具体的 他本来都只有讲说 有些大老板 他亲耳听到说 加起来两亿 给了马总统 那昨天特征组 已经传了宣明志 传了其他相关的 四个大老板去 那很显然 包括宣明志出来讲什么 这郎爱诚实已对 那显然看起来 他们如果说 讲真话的话 他们应该就很清楚说 到底有没有钱给马总统 这是一个 第二是222号马上就开庭 法院都已经给 周一扩这个22号 这马总统现在是怎么样 第一个面对特征组的调查 第二个开始 就进入司法程序 他是不是应该有个机会 出来跟民众讲清楚 到底收了多少钱 合不合法 二月二号反正马上就不会去 马上就不会去 对啊 反正原告可以不去 但像他有总统保护伞 所以我相信 二月二号他根本不会去 这会不会对他不敌 马总统一直挨打 中华民国现在有总统吗 要不然就是马伟国讲话 要不然就是那个 督法律不认真的诚信 等一下我就来回答的话 钱只有两个来源 每一个选过局的人都知道 一个就是选举的时候给政治现金 你有没有把它花完 如果没花完 会有政治现金 结余款 你要报出去 报给监察院 可能结余款按法律规定啊 如果你收一千万 用掉八百万 你那两百万要在四年之内 把它用在公益 把它用完 非政治性的 这可以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选完了得票 你要从国家拿 补助款 这两笔钱 他都否认他拿过 令人生气就生气 明明他有接受过 政治现金 这叫做一个尝试 选举可以不要 接受政治现金 可他就是否认 然后现在有人出来讲了 这是刚才小段说的嘛 我现在来讲 那个选举补助款 那个居然那个 我刚刚讲那个 不读法律的人 他居然拿那个 总统副总统 选举八面法 四十一条来说话 四十一条第二项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 由总统副总统的 选举补助款 由政党去领 可是 你知道为什么 总统副总统 由政党去领 而那个立法委员选举 由个人去领呢 是因为中华民国 在制定总统副总统 选举八面法 他四十一条第一项 讲得很清楚 候选人得到补助款 三十块 中华民国分两种钱 一种是三十块一票 一种是五十块一票 五十块一票 是补助政党的 三十块一票 是补助人的 所以立法委员 也是三十块一票 总统也是三十块一票 而每一年都补助政党 五十块一票的 那是按照立法委员选举的 所以总统政党法 总统副总统选拔法 就没有这样规定 可是他为什么要总统副总统 明明是给人的叫政党去领呢 是因为他是不是一个人去选 他是中华民国唯一的选举 叫一组人去选 这个钱是谁领的 不知道 就干脆由政党去领 所以后来有分配的问题吧 总统拿了 政党拿了 总统拿多少 副总统候选人拿多少 这个让你们自己就没有限制嘛 可是政党是提名一组人 他是两个两个选 这是唯一所有的选举 里长选业 都是一个人一个人选 所以自己去领 可是总统选举是两个两个选 所以他是补助个人的 可是呢 由政党把领回来交给个人 如果没有交给个人 就个人不能用嘛 可是马上有没有用过 有用过 我现在就提证据 特征组 特征组的结论 2009年请大家打这个 我找不到原件 因为今天临时 我用这个报道来 特征组 马英九 会资助马为中求学 对不对 写得很清楚 但检方 特征组认定是什么 检方认定是选举补助款 所以不违法 哦 他表示要拿了 就表示 这是哪一年呢 你看时间 你看时间 2009年9月 不过严老师 这个钱会不会 他讲的不是总统的那一块 是市长 市长一句好远好远了嘛 这个好远好远 那个补助手早就 那个已经早就已经 市长他捐出去 捐到基金会 他又捐到基金会 他还不能用的嘛 除非他有案子 你要讲的话 我就把那个特征组的原文给你看嘛 原文就说 这笔钱是总统 2008年第一次选总统嘛 2012年第二次 我就不要找2012年用了 2008年他有用的啊 哎呦 而且他就承罚给特征组嘛 说他给马慧中政 因为本来特征组 有人检举说 那笔钱是应该要处罚的 因为违法 他就说没有违法 这补助金拿的 那就特征组就结案了 哎呦 铁证如山了 就那有一个结案 有一个结案书 明明都有花 他居然党部还敢 去欠我们说 哎 这是政党的钱呢 花哪去是我们国民党的事 这是国民党的事嘛 然后花哪里需要你管 对不起 你自己讲了花在你女儿身上啊 不做本本来就是给个人的嘛 对 好那我再换一个例子 连赞是给了国民党 还是连赞拿了 连赞是跟宋楚瑜合作的 对 谁问宋楚瑜也知道嘛 对不对 这应该很清楚啊 就不要连赞自己说来说了嘛 请问肖万长呢 小英我今天特别去求证 小英选过总统嘛 对 三分之一他们规定都这样 公职三分之一要还给党的 对 所以要因为党帮你选举嘛 所以要资助党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小英是拿给那个信托 给一个信托人 律师到现在每一年信托都有账单 我今天还特别问了 有这么一个信托的 换句话说这笔钱是不是给人的 是给人的嘛 这最基本的常识就知道 这笔钱是给人的 如果马英九说给你的 你居然不拿给党 那我就给你竖拇指 那真的厉害了 对不对 那你就应该好好地请党部来证实一下 说这笔钱怎么花怎么用 是完全由党部拿走了用掉的嘛 你不是很呼噜讲 政党领取走了 这个我记错误的解释法条 实物上又是扭曲真实 因为中华民国自由总统选举以来 我相信所有的选举以来 三十块钱都是个人领了 没错 不会是有什么别人领走 你笑谁了 马英九会让政党领走 他都不管不要骗人了 这是一个常识 常识起常识的事情 都敢这么大声 说这个没有理 那你想想看那些政治现金 包括小段讲那些电子业的人 这些人说谎吗 他钱拿出来几千 几千的拿几千万的 对 他干嘛说谎啊 你还不承认 所以我那个时候叫扣扣扣啊 不要到特尊主去 你知道我现在担心什么 我现在担心啊 其实啊 特尊主把这些人都叫来啊 其实只有一个目的 先搞清楚 到底外头知道多少 搞清楚以后跟马英九讲一讲 说 外头知道你有这一笔 这一笔 这也有证人的 所以你得先解释一下 这些钱到哪去 那些没证人的 你就不要去理了 把搞清楚 哪些是将来要说明的 要瞧的 钱摆在哪里 摆在哪里 要把它搞圆 如果不是 我告诉你 如果特尊主 不是走这个方向的话 那我告诉你 今天罗志强也好 马英九也好 只要连结上政治现金 前面那些 后面 原来前两天 我们所讲的官说 全部危险了 现在断尼康跟 姚老师他们讲 都是有进度的 断尼康这个事情是 特尊主已经约了 先明治他们四个人 那姚老师今天 最新的这个事情 他已经查到了 那你2009年 都还用了你的政治现金 所以你之前 包括马总统 或者国民党 跟我们讲说 4亿3的钱 进了国民党 后面没有那个流向 现在钱也追到了 那周一扣 这个事情又有进度了 传票来了 2月2号 又有机会 马总统去现场 把事情讲清楚 这都又很具体了 马英九会去出庭 才怪 你看马英九 现在只要是公开活动 记者都会试图问他 有关政治现金的问题 看马英九都装傻 假装没听到 不然就毫不回眠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 如果对照过去 马英九不是宣称 自己所谓的 洁身字号吗 眼睛容不下一粒瑕疵吗 那为什么现在 这 这 这姚老师都公开质疑 你那个 那个两次总统大选的 补助款 钱到哪去了 其实那个 我跟你讲 他那给女儿钱 当然有可能 因为那个女儿 其实长大了 不会给她钱了嘛 后来可能 学费力 有可能是前面的钱 这都没有问题的啦 市长的也好 总统的也好 我们只要确定一点 因为很可能是市长的钱 当时年轻嘛 小孩子还没长大 可是重点不是这个 重点是 全国的人都知道 补助款是给个人 你硬是要凹 就其中有诈 对 你拿走以后 钱打去 因为 明明是有 我念一段 特征组的 曾杰不喜苏书 他写 全局补助款 属于私款 所以马英九用 不犯法 所以很坚弱 他就要到国民党那边去 对 所以 我这中间就有妖怪嘛 这中间就有值得探究的地方嘛 因为那笔钱 国民党没有入账嘛 对 没有在 国民党的算在 国民党的收入里头啊 那现在到底 钱到哪里去 事实上搞不好 还有很多其他的 整个政治现金 是放在 不知道放在哪儿去呢 我必须说 我从来不认为 马英九清零 而且现在 马英九已经 拉衰到 有很多过去 大家不愿意讲的事情 现在一样一样 被讲出来 好 我们来看嘛 你说 周玉寇 周玉寇现在 跟马英九之间的诉讼 你等着看 如果这法官勤劳一点 他可能隔隔一个月 就开一次庭 我告诉你 这马英九的未来 大概就是在这个 这个跟周玉寇之间的诉讼案 在就是度过他的任期的 最后这一段时间 好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说 这个人到底脑袋 聪不聪明啊 他让我看到了 像陈水扁最后 任期最后那两三年的 那样子的 有人说叫做囚徒困境 你告也不是 不告也不是 好 你告了 你这下子 你没有其他议题可以讨论的 好 每天 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周玉寇 好 怎么去解释 怎么去谈 怎么去拿出 他质疑 马英九 不清廉 或者拿人家政治献金的事情 而且马先生现在是 还真是不晓得该怎么回应 堂堂一个中华民国总统 你现在发现他六神无主 给大家看一个照片 今天 1月13号 1月13号大家还记得这个日子吗 这1月13号是蒋经国的四十几年日 好 马英九 马英九去了投疗 也去了慈虎 各位 您看看 往年这个画面 马英九身后总是一大堆人 对不对 曾几何时 你看这是今天的画面 马英九后面 一狗两狗三狗四狗 剩下四个 为什么 因为这是马英九 所谓辞去党主席之后 第一次的投疗跟辞胡的夜灵 他的背后就立刻没什么人 剩下四五只小猫 要不要看看吴敦义的 来看一下 同一天 吴敦义后来 自己以党主席身份去投疗夜灵 后面人多不多 相对起来就多了 政治是很现实 也就是说 马英九当你已经失去了 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之后 虽然现在党务主管 都还是马英九的人 但这些人很快 就可能在剩下一个多礼拜 大概全部都会脱落下来了 马英九以后 更没有人会去理他了 而你现在 我请各位提醒各位 从11月29号到现在 马英九到底有做过什么重大财势没有 有没有对于政策 有提出什么样子的一个重大决策 有没有 在两岸关系上 他有没有什么样子的 一个大的动作 都没有 马英九现在好像是 好像是个自闭儿一样了 他今天 其实我要讲一下 今天很有趣 今天他去夜灵 他的新闻联合报是把他摆在说 因为郑文灿 遇到郑文灿 也就是说他现在 马英九的新闻 已经必须跟郑文灿摆在一起了 他去买豆干 跟刚好遇到郑文灿 这成为联合晚报的一个新闻 马先生 中华民国看起来 在最后一年多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你现在 你连夜灵都 国民党的人都不太理你了 那你还能做什么 我倒觉得说 与其如此 马先生 你就把大家的质疑 你说个清楚 讲个明白 因为我真的不相信你清廉 但是我愿意给你空间 你承认说我不清廉 我确实拿了很多非法的政治现金 那我现在这些钱 我怎么处理 我想只要没有证明你是有对价 或者是有跟人家去 去拿人手短 吃人腿短的话 你现在拿了违法政治现金 也不过就是罚款了事 让大家骂一骂 对不对 你现在还有救 否则啊 看起来现在小强可以 罗志强了 小强都可以威胁他 这罗志强也很有趣 他不是前几天就已经说 他不会再发言了吗 他为什么天天还是继续写 你看这感觉起来 他心有胃肝啊 他还是试图在这个事件上 还是继续去跟马英九 在那边勾勾底 同样的状况 我们要来看 那顶心呢 我相信Coco姐手上 还有顶心的东西 等到这个所谓的开庭前后 他绝对会丢东西出来 所以马先生真的劝你 看你这种不死不活的样子 我们也难过 中华民国不能 就至少这个国家还要运作嘛 不能像现在这样子 一滩死水嘛 你每天马英九就回应一下 周一空你就回应不来了 那该与其如此 你就大胆的正面出来 承认你到底拿了多少 不该拿的钱 只要这里头去 就是只要还是政治现金的范畴 我觉得都还说得过去 那胖的就是马英九 现在其实知道 或者他担心的是 恐怕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理的事情 被人家查出来之后 马英九就是下一个直水扁 要进监牢的人 不过习亲啊 刚才这个姚老师报的东西 很重要 原来这个选拘补助款 可能你马英九领走了 那你到底领走多少钱 这些钱为什么没有出现在 你财产申报里头 那你这些钱到底藏到哪里去了 那我们就合理怀疑 如果你有海外账户的话 那你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小金库 那这些政治现金如果捐给你的话 我们就有方向啦 他可能就放到这些小金库里头啦 所以对马总统来讲 他确实很清楚明白的 要出来告诉大家 起码你这个补助款 你放到哪里去了嘛 那大家对政治现金的嫌疑 你是不是要一并说清楚啊 其实刚刚姚老师引用的 不管是总统副总统 选拟民法的相关规定 以及补助给历届总统候选人的部分 因为刚刚讲得很清楚 因为是打党是一对 所以基本上由推荐的政党来领取 但基本上那个钱 是给候选人本身的 假如真的是由国民党所领取 像国民党的新闻稿所说的 他还必须经过一道程序 是因为那个钱是属于马英九 这位候选人的 如果真的要给国民党要捐 不是不行 还有一道程序是马英九捐款给国民党 而且有相关的程序或单据 才能够证明说这个钱 的确只有候选人愿意来回馈给政党 那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 其实即便是总统副总统选拟民法 规定的这样子 其实也不见得都一定是政党领取 各位记不记得 1996年曾经有陈履然跟王清风 搭党用五党籍参选 他们是没有过这个门槛 如果他们过了 他们是五党籍的 那哪来政党替他们领 就给个人了 他们一定还在后选人 想办法就代表来领这个钱 所以我说这样的解释是有点 把刚刚姚老师所说的 这个41条之二跟41条之一的部分 等于是选择他要的部分去做解释 可是并不是事实的真相 再加上刚刚讲的2009年 那个有关于他增结的 那个策证组的那个报道 这讲得很清楚 那选举结余款 不管是市长选举结余的 还是总统选举的补助款的部分 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马总统应该就他这几次选举里面 所质疑的 大家外界所质疑的 不管是4.31的部分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选举选票补助款的部分 来做一个进一步的厘清 那么另外 刚刚姚老师也在担心说 会不会是特征组怀有政治的动机跟目的 把相关这些所谓非政治现金的部分 先做一个勤收 再回报给马总统 我现在简单看 包括段文员所提到的 任何一个 包括宣明治这些企业界也好 或者是说卫家也好 任何一个未来可能被特征组传的 任何一个证人 假如真的有一个破口出现了 即便特征组真的有心想这么做 去来协助马英九来逃避这样的一个外界的指责的话 只要任何一个人像宣明治说的讲了真话 即便只有一笔 也不要管金额多少 那等于是马总统在这个质疑点上面 他的诚信是完全破功的 那就已经不是金额大小的问题 而是他的诚信跟他在这件事情的态度上面 是受到整个完全的崩解 那这个后续的影响当然会非常严重 特别是在他卸任之后 他可能要面对更多的 当然刚刚断组也非常客观的讲 这中间不一定有牵涉到 所谓的对价跟贪污的问题 但是光是不诚信这件事情 或是没有诚实以对这件事情 可能就会让外界对于这段时间以来 不管是马总统跟罗志强的关系 以及罗志强是否担任特定企业 一些特定角色的上面 就会有更多的联想跟质疑 所以我觉得虽然2月2号 马总统不见得本身会去力挺 我相信应该也是如此 但是我真的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 不管是选举补助款的部分 或者是政治现金的部分 能够把外界的质疑的部分 做一个进一步的厘清 一度悠悠之口 华大哥 当时阿扁的时候离子春开庭 花莲阿扁还是跑去啊 就是要不要去 马总统自己要做一个决定 就是现在已经会生会 很多人在检举了 马总统对你能不能自清 大家要看你要不要注定 另外 包括小段提供的这个名单 先名字这个 如果先名字讲了 四个大老板已经说 有拿了钱给马总统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特政统我也不要看啊 特政统有没有约马总统 马总统要不要去啊 包括刚刚姚老师讲的 如果钱真的是 不是进国民党就结束了 那马总统捡去哪里 他有义务跟人民讲清楚啊 我曾经独排众议 希望马总统不要控告 周一寇女士 那既然你控告了 我还是警告马总统 务必在2月2号出庭 这表示总统 精神建设领袖 台湾第一公民 对法治的尊重 我先谈言论自由 再谈点心事件 然后做个呼吁 做结论 言论自由非常重要 没有人比美国大法官 马歇尔解释的更好 言论自由就是放在 市场经济的机制中 让他自由去运作 就那么简单 所以美国的修宪第一条 也就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是保障言论自由的 所以美国建国 200块40年 从来没有总统控告媒体 因为没有人 没有任何位总统 敢破坏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这个精神 到今天为止 哪怕尼克森 他会用行政主了 他都不敢控告 那时候的华生人有报 当然这里面有冲突的 媒体的天职 我特别引用 李普曼 这位上个世纪最大的专业作家 他的话说 媒体工作者的最高商任务 是说出真话 查究真相 使魔鬼无所遁形 台湾一样 中华民国县华 大法官509号市县文 严格保障言论自由 更不用说 当媒体质疑 总统青年 这是可受公平之事 就像美国克林郑总统 曾经被质疑 炒作徒弟 这个白水事件 后来不起诉 但是尼克森 他的监听事件 还有行政干扰 随便事件 他被辞职 不同的命运 更何况 媒体人 包括各位所讨论的 这是一个公共论坛 可受公平之事 在刑法 民事上 是并无恶意 更不用说 还是有所本 我进入第二段论书就是 其实 我们知道非常多的事情 只是隐而不发 顾及 总统的尊严跟颜面 关键 A方 马一族总统 B方 顶心为家 就要是在肩外三个兄弟 目前是 恐怖平衡 囚徒困境 马中文这一方 是经络寒残的 顶心为家 在某种程度 是释放信息 或征求意见 我是第五度 对顶心为家 三个兄弟 喊话 很真诚的 我说我是用爱心 说诚实话 进行认罪协商 供出真相 寻求解套 替你们家老三 换取减刑或缓刑 为什么呢 多么重大 你们也是慈激人 也是有宗教信仰的 你要顾及 你们顶心企业的形象 第二 要顾及 你们传承给下一代 你们的子孙 什么精神资产 这都是终极关怀 这也是企业责任跟定位 我同意 正如孙子兵老说的 穷寇莫追 为师必绝 对跑的敌人 不一定要追到底 为师必绝 攻城门 留个城门 让人家跑 放了一马 我同意的 我用一个耶稣故事 做起来 这是耶稣的笔意里面 最感恩一段 有一个有钱人 他有两个儿子 老大 行事规矩 老二 出外放大 老二 在外面 混不下去了 回来 向爸爸 认错 道歉 重新出发 老大 老大 回想不凭 爸爸 凭什么 你对这个 善尽家财的人 善尽一半财 财的人 给他 悔改呢 爸爸说 这个老二 我是失而复得 他悔改了 道歉 迷足珍贵 这就是问题不在大小 关键在态度 A方 是马云九总统 B方 是鼎心 四个兄弟 我就直接 请教里面了 哪一方先认错 哪一方公诸事实 哪一方就先得救 法律程序要走完的 但道德上 人民会接受的 会谅解的 台湾社会 会优先给 认错者 给他 改过机会 到目前为止 我公开说 我站在 鼎心卫家 四个兄弟这一边 我认为他们 会做这个抉择 听到我的话 好好思考我的建议 你们一站出来 认错 道歉 公诸事实 我就跟你们 站在一起 这是我很真诚的 对 鼎心卫家兄弟 第五度的呼吁 你会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有好多人之前讲的 可能都只是说 听到或怎么样 对不对 那现在已经进入 真正的司法 在什么刚才讲 是很具体的 如果昨天先名字 四个大老板 都能被约谈 那小段他们提供了 很多的意见跟名单 有些 如果说真的 已经讲了类似说 真的拿钱给马总统 我们要讲什么 一旁边看特征主 有没有约马总统 对不对 第二个看马总统 至少你要 马总统知道要说明 有好几个好几个一亿 好几个两亿 甚至包括罗志强 去那边 那个录音带出来之后 马总统 你从而启动调查 你要给这么一个说明 这件事情本来很难查 因为捐捷的人不承认 收钱的人不承认 史无对证 那现在收钱的人 马英九 是显然是一定不会承认 那我不晓得 宣平志他们几位老板 昨天进去特征主之后 有没有承认 他说诚实以对 因为检察官一定有 告知他们说 你是证人的身份 伪证对事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因为其实关于 宣明志这个传说 这个所谓两亿的传说 我听了包括小段在内 至少四个人告诉过我 而且是不同的消息来源 所以 而且是四个老板 对 所以如果真的收了钱 当然也不能证明 马英九就一定贪污会有对价 可是我们用尝试来判断 一个老板 企业大老板 如果捐个一百万两百万 他也许觉得 这个小钱 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什么 可是如果捐的是几千万上亿 你觉得会没有对价吗 那个对价也许不是讲得很明白 你穿我这条钱 你要帮我做什么 不需要讲这么白 他们这些高人都可以高来高续的 心里有数 这个仗记在心里 那将来我这个公司 或是我将来有什么样的时候 给我一点方便 那这个算不算对价呢 我觉得这个是 大家要好好去思考的问题 宣明志这个事情 有可能会变成一个第一扇破窗 当这个玻璃被石头砸破之后 接下来其他玻璃会不会跟着破 扁岸的发展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老板承认了 我曾经给过陈水扁政治现金也好 送给他钱也好 后来发现一堆老板 大家通通出来投案出来自首 说我也有送过钱 宣明志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 宣明志有没有讲说 有送钱 对 如果有的话 你看这是多大的一个事情 如果有的话 我觉得马银九该下台了 你就不要再摇下 我不管有没有对价 你该下台了 另外我要讲一下 这所谓的选举补助款 刚刚姚老师讲的那个报道 我后来找到了 那是2009年的报道 它里面写的很清楚 马银九当时特别费被起诉的时候 曾经有查过 他汇了32万台币到美国给马维忠 当时他是当台北市长 检察官去查了 汇出去那个账户 发现那个账户的主要资金来源 是两次市长的选举补助款 好 检察官讲说 补助款是失款 没有贪污的问题 OK这个我认同 下问题来了 他是1999年汇出去 所以他当时只拿到 1998年的一次市长选举补助款 对不对 大家印象中 马银九告诉我们说 他1998年市长选举补助款捐出来了 拿去成立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啦 马银九你有案侃吗 后来查出来 因为前几年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 出来告周遇寇嘛 他们的律师自己讲的 他说新台湾人文教基金会 是1998年 马银九从他市长选举 2000多万的选举补助款里面 拿了1000万成立的 那还有一千万呢 到哪里去了 我们以前一直都以为 他两次市长选举的得票补助款 全部都捐完了 后来发现原来不是 而且马银九你有曾经把选举补助款 变成自己的私款 其实这不违法 当作私款 而且曾经汇了32万给马维中 我不晓得是不是只有32万 有没有其他的钱 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 就是说当国民党出来发新闻稿 去谴责姚立明老师 谴责我说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 我要请问国民党 这个钱你国民党领走了 到哪里去了 有没有转一手 马银九又拿出去用了 还是在国民党里面 当时马银九是主席嘛 有没有成立一个主席专户 以前有秘书长专户 现在有没有主席专户 然后这笔钱专攻主席使用 你其实国民党你大可以 把这个账目告诉大家嘛 就是说两次四亿多四亿三 这个钱到底怎么用的 如果说是捐 那你应该也有政治现金的收入啊 因为这个钱你国民党领走 那是带领 包括李登辉连战 1996年选举的时候 他们后来是拿那个钱 成立了李连基金会嘛 大家都记得嘛 2000年连战这个得票补助款 后来到哪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特别去查 可是我非常清楚 2004年连宋配的时候 最后两个人 是因为这个得票补助款的 分配的问题 两个人还闹翻了嘛 因为当时连战认为说 钱都是我们国民党出的啊 得票补助款你怎么 宋主席怎么可以拿 可是亲民党认为说不是啊 我们也出了很多钱啊 后来两个人还因为这样 我记得好像为了几千万的分配 大家还翻脸了嘛 所以从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从1996年总统选举经验告诉我们 所有的总统选举的选举补助款 都是候选人拿走了 我不认为马英九会特别 这个钱我就不要 我就给国民党 所以我还是认为中国国民党 应该出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就这个钱 你们帮马英九领走了 那这个钱后来到哪里去了 那当时的副总统搭档 肖万长跟后来的吴敦毅 他们有没有分到 或者怎么分配 这是不是应该 这个没什么好隐藏的 这是公开透明 因为那本来就是你的私款 你就算拿走 我们也不涉及任何犯法 顶多就是财产生报不实而已啊 那就罚款了事啊 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 你不能说只讲一半 说我们临走了 那我们关心的是 临走之后这个钱到哪里去 其实我并不是要谈这个补助款 因为这个补助款被法院两次 包括这刚才所念的这个认定是私款 私款就没有贪污 或者没有任何问题了嘛 是啊 因为已经被法院认定 法律性的知识私款 可是呢 当时口口在讲到 有政治现金的时候啊 看到有政治现金的时候啊 那我就说了 我说马英九从来不去交代 所有收到的钱 即便包括大家都知道 他收补助款 他都不去讲这钱到哪里去 因为这笔钱 你不能否认你收到了 哎 居然哦 我们党呛回来呀 说他没收到 这厉害了 收到我党领走了 对啊 这厉害了 全国的选举补助款 都是人收到 只有马英九敢讲 不是马英九讲了 只有陈以兴讲了 还过我们讲 马英九没收到 是我们收到了 哦 如果是这样子 我们应该给他一局攻才对 为什么 居然可以给自己的几亿钱 他给了党 那真的是了不起 那我真的应该把话 全部收回来才对嘛 可是果然 显然不是嘛 因为他后半部 他又不敢讲了 你看他现在又不敢讲了 又不敢交代了 他说国民党领了以后 是不是又给马 他不敢讲了 他说这是我的事 他说怎么叫我的事 我的事你应该交代出来啊 你领来是不是交给马了 或者交给谁了嘛 所以 这一部分呢 我是觉得 他们 他们现在想要保护马 包括 罗拉 他说马不知道 或者党部说马没有拿 其实都是越搞越坏 越搞越大 因为不合常理的事情 老实说嘛 不合常理的事情啊 民众听了 其实再这样捞下去 有一天爆炸出来啊 这恐怕对国民党来讲 马一个以前啊 只好的时候啊 百负不清啊 现在看起来啊 随着那边连小感冒啊 他都难以应付啊 你等着看看 对啊 现在现在他是 可能随时会出事的 现在关键 小哥哥 那帅你经常听从这样讲 这种情节都不说话吧 所有的反正都不处 对啊 很久不处啊 好 那这种情绪要上回来 对啊 对啊